- 新浪的网友们,我们是Tier boys - 这一次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啊? - 不一样的,我觉得可能就是节目的一些形式,包括因为我每年,其实节目上都会有不同吧,第一年是比较的,那个比较儿童的,然后第二年就是比较喜悦的,今年也是比较青春对未来有憧憬的一个节目,对 - 那我其实觉得因为连续唱了三年,今年的话相比前两年没有那么紧张,感觉更加放松,可以更加投入更加开心的去完成演出 - 其实第三年来到这个大舞,它就感觉比以前更亲切,然后更放松一些 - 因为这首歌是我和2035有个约嘛,那如果现在畅想一下到2035年,有没有想过各自到时候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 2035年是17年后,17年后我就35岁了,36岁了,不想去畅想2035年 - 赢了,我就估计到时候又吐着拐杖了,还没有,开开玩笑,开开玩笑,开玩笑,到时候就希望还是自己能成为一个实力派,能成为一个老艺术家 - 四25岁就那样吧? - 就那样吧? - 就那样吧? - 就是一个大叔嘛 - 那今年除了自己的节目上,也没有大家都各自很期待的这种节目吗? - 非常期待周久伦老师的节目 - 嗯,我其实每年都特别喜欢看《小品》啊,这一类的节目,比较期待语言类 - 啊,一个是《小品》下场,然后还有就是《最后男王清晓》 - 谢谢,我是一个 - 谢谢 - 谢谢 - 其实除了春节之外,就是毕竟还是要回家过年啊之类的 - 就是可能现在有些年轻人是觉得回家既兴奋,但是又有点害怕 - 比如说亲戚太多呀,问这问那之类的 - 你们三个会有这样的心情吗? - 嗯,还好,因为我一般春节回家,就主要都是宅在家里边 - 如果说就是非要去去爸妈拉着去拜访一些亲戚啊,就是打个招呼,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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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会就是一个人问在哪儿,或者,或者去干点自己的事 - 我就其实还好没有这些顾虑,因为,嗯,我其实,嗯,家里比较亲近的家人就那么些 - 那比较远方的就不太会去拜访这样,对 - 小时候就特别害怕跟长辈那些打招呼,打招呼 - 就跟亲戚朋友啊,就来回窗门这些 - 然后现在可能也差不多 - 对,那比如说过年的时候 - 会不会说给大家就是准备一些,就是年货啊,礼物啊之类的 - 有没有各自喜欢的这种类型? - 比如是挑土特产啊,还是直接送我红包比较省事那种 - 嗯,一般都是去当地买一些什么水果啊,或者买一些什么大礼包啊,这样的东西 - 就是家里人,因为我,嗯,家里长辈都还挺健康的 - 所以会送他们一些水果啊,还有什么按摩椅啊,什么洗脚盆啊之类的养生的东西 - 嗯,很养生啊 - 对 - 对 - 我就是基本都是红包,就直接发 - 嗯,怎么个人 - 但就是比我,跟我同龄,然后比我小的 - 就长辈不发红包,长辈会收红包 - 那就是如果碰到这种,你别闹又特别活跃的熊孩子的时候 - 你们会怎么跟他们互动,还是说会打开他们去边玩之类的 - 嗯,其实我家里边的熊孩子 - 比较少 - 嗯 - 因为就跟我同龄的比较多一点 - 对,所以很少接触到熊孩子 - 因为都是在大街上肯定很多熊孩子 - 那跟我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 嗯,熊孩子啊,遇见熊孩子就只有比他更熊 - 对,是这样 - 那你会怎么怂啊? - 就他怎么皮,我皮他两倍 - 嗯,先行吧 - 就如果是亲戚家,就是会跟我一直有来往的 - 那就制住他 - 然后如果跟我没关系,我就离他远点 - 嗯,还是很干脆的 - 就是,就是回顾一下 - 啊,17年其实三个人也是各自有其他的一些工作上的重点嘛 - 比如说像小凯就是有参加节目啊,参加点击那个影视剧之类的 - 那就是现在站在一个起就迎新的这个节点上回顾一下 - 有没有觉得说,哎,好像在演员这条路上有点慢慢的要开始开窍了之类的 - 嗯,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拍戏也算是一种实践的学习嘛 - 也会积累到特别多东西 - 然后在现场呢,就跟很多老演员前辈去搭戏的时候 - 他们也会跟你讲很多的一些技巧啊 - 或者就是一些演戏上面的一些,呃,比较好有用的一些东西 - 就会感觉到,嗯,会有一些比较实用的东西能够学到 - 对,然后在学校呢,也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 然后在结合起来就是,我觉得是比较全方位的一个学习 - 嗯,那另外就是前段时间工作室帮助你在东北太起的时候 - 就是学地上滑倒,然后顺势做服务称的那个视频 - 当时怎么那么机智的想到说,我就顺势做个服务称呢 - 嗯,其实就是,嗯,其实就是突然脑子给想到这样一样 - 嗯,那就做一下 - 嗯,但是后来回头想一想,有没有觉得自己处理的特别棒 - 低调低调 - 嗯,然后还有那个,王友会说说能不能用就是现在演的这个角色 - 明白了,然后另外就是王源最近就是除了出席火线上的活动之外 - 也要给这个观众人物写专栏嘛 - 当时知道说要写专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 当时就是在讨论说到底要不要写 - 就是我其实心里有点忐忑 - 我说我写了到时候写不好,我被骂又又怎么怎么怎么样 - 但是后来还是,我觉得就相当于,就放轻松 - 相当于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状态,我的经历,我的想法吧 - 那就从自己内心出发,那就随手写一写 - 那第一篇写完了之后,自己还挺满意的,对 - 然后最后修改了一下就发布了,那之后也会再继续写的 - 那这样想来的话,你觉得是给这种专栏写的文章呢 - 还是高考的时候写的那个语文的作文比较难啊 - 我觉得语文的作文难吧,对 - 因为其实专栏写文章就是顺从我的心嘛 - 因为没有规定题目,就是抒发我想抒发的感情 - 但高考就不一样,它是有一个要拿分数的这样一个事在这儿,对,所以比较难 - 那另外就是最近有提到说要演那个,就是选择影视专业 -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呢? - 没有,其实我是觉得,因为我喜欢唱歌,那也喜欢影视 - 我觉得还有综艺什么的,其实都还挺喜欢的 - 那我觉得在国内有好的学校可以学习影视的话 - 可以好好地去学一学,在唱歌方面自己再努努力 - 那更多的生活经历,更多的约理知识 - 我觉得两方面都不会太差的 - 嗯,明白,那想问一下贼奇 - 就是最近有参加那个街舞类的节目吗? - 不是录是这种节目感觉如何呀? - 感觉一个是比较辛苦,然后一个是感觉中国街舞发展特别好 - 就是有点好多好多大声,然后就是水平都是特别相当,然后选不出来的那种 - 那这样的话,其实本身就是作为这个组合出道嘛 - 会不会说在经历了一些什么节目啊,女士剧之外 - 现在回录到这个,就是街舞类的节目里面就是会有一种久违的这种归属感? - 呃,其实我觉得是更喜欢这种环境,就是所有的dancers在一起啊 - 然后因为那个节目整个氛围也是制作那种比较低下,然后比较偏近那种街舞氛围的 - 所以会觉得这种氛围特别爽,特别舒服 - 那另外就是比如说除了看这些选手之外,其实导师之间的互动大家也很关注 - 比如说是不是如果出现分歧的时候大家一般会怎么处理? - 或者说会不会有人跟你就是意见特别特别的统一,特别默契的这种情况? - 其实现在还是比较和谐的,因为刚刚录制到分到自己的队伍,所以还是比较和谐 - 而且之前我们也会互相借毛巾,然后去选一个共同比较喜欢的选手 - 所以比较,比较peace -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就是长安十二时期大家都非常关注 - 然后除了这个作品本身之外就是跟林佳音的合作 - 因为大家都提到他那种觉得他特别搞笑,那你跟他合作起来感觉如何呀? - 对,就是的确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人,然后也挺认真负责的 - 他会有哪些紧张你觉得就是笑到屏幕下来那种? - 就是他是一个很喜欢说笑话的人,然后他也自称自己是波兰街走围王 - 就是有时候镜头可能会中间会有人挡住他,然后他自己就这么着,就这么躲 - 因为之前先上彩蛋的时候他有提到你的新装嘛 - 但是他说了,他说你跟他之间是,朋友们调短说你跟他之间是纳星土鲁斯般的缘分,你知道这事吗? - 我知道他本身也是纳星土鲁斯的 - 他后来有跟你说解决的事吗? - 后来还没有,因为后面就没有,就是在演对手戏也没碰到的机会 - 因为目前往往还比较关心就是长安十二时能到了一个大家什么样的机会? - 呃,因为这个戏一整天,然后要拍五六十几场戏,然后现在因为也都是跳着拍的,所以现在最,拍的最后面的集数也才拍到三十多集,四十多集 - 那最后就是想请大家跟我们分享几个2017年之最,第一个就是2017年你去过最难貌或者是觉得最新奇的地方是哪里的? - 中国,大中国 - 中国,大中国 - 挪威吧,给我冻蒙了 - 巨龙 - 我现在这么一想,我也想不到哪里 - 最难忘的地方 - 就北京吧,因为每次回北京就感觉很不一样 - 哪是不一样 - 因为反正我是比较喜欢北京的 - 那我就重庆了 - 重庆了 - 你要不要再次感谢大家 - 那我们说湖南吧 - 那另外就是回想一下2007年,就是最幸福的瞬间,那脑下里是有什么样的画面? - 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我最幸福的应该是睡了五分钟,感觉睡了两个小时那样的感觉 - 最幸福的瞬间啊,就是说不管什么事情,就是说收工,幸福到不好 - 幸福的瞬间,我最近感受到幸福的瞬间就是猫靠到我身上睡觉 - 对,就是你在那带着不能让它过来找你睡觉 - 对,我觉得非常幸福 - 那还有一个就是2018年大家都是会许带一些期许啊,做一些规划 - 那三位各自有没有就是必须要完成的这种事项 - 就是特别想完成的愿望清单啊之类的 - 必须要完成的 - 觉得 - 没有什么必须要完成的 - 凡是靠缘分 - 必须要完成的,就是完成好该完成的工作 - 没有那么远大目标 - 我必须要完成的就高考了,剩下都看自己爱好 - 然后最后就是,其实提到之前微博之夜的时候 - 那个笔心的那个画面最近是在那个跟贾良又重新又掩饰了一遍吧 - 所以大家目前对比如说网络上有什么这种流行的首饰 - 拜年啊或者是笔心啊之类的 - 想问问大家哪种各个喜欢的首饰 - 给我们网友最后办一个年就可以了 - 好 - 嗯 - 那就 - 哦,他笔吧 - 都不太方便 - 双手 - 方便 - 方便 - 方便 - 来来,来,动一 - 方便 - 方便 - 方便 -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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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 这个,这个还是得拿呀,这个话都得拿呀,拿呀,比麦彪在这儿 - 得拿呀,得拿呀,得拿呀,这样 - 我解释一下,就是,他们上次让我什么三十笔心 - 我是忘了,我就记得一个这个这个,然后中间什么乱七八糟绕绕绕绕,我就忘了,然后就像这样 - 其实可以有,也可以有原始比心 - 原始比心 - 原始比心 - 来吧,来吧,来,三二一,开始比心 - 这问题不分他一个人的吗 - 不是,你现在是 - 来,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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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确实不太方便 - 我确实不太方便 - 是麦彪在这儿,你知道怎么比呀 - 不肯把这个放下,多重要啊,重不重要 - 还好吧 - 还好吧 - 还好吧 - 那就千奇和万愿一起比个心吧 - 还好吧 - 还没还没 - 好不些 - 还没吧 - 只是好男孩 - 我好像很 Même - 为什么 感谢观看